加氫和一般的加油有一些不同 为了防止氢气泄漏 加气枪和加气口都经过特殊的设计 加气枪分为内外两层 在加气时 加气枪的外层会先扣住加气口锁紧 接着位在加气口的防泄漏装置会打开 让加气枪进入 推开外层的弹力气法 这时候因为压力的关系 车内的氢气会向外冲 加气枪再开始加压 将这些氢气推回 并将加氢站的氢送到车内 车子里的氢气逐渐地增加 加满之后 加气枪再退出车内 这样我们就算完成了 整个加氢的动作 加好氢之后 接着该怎么做呢 和一般的车子一样了 我们发动车子 让车内的氢气输送到燃料电池模组 燃料电池里的触煤 会让氢气和氧气进行电化学反应 产生稳定的电力 这股电力 在透过电路 推动马达 带动车子移动 轻能车 看起来和一般的车子 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它更干净 更安静 也更有效率 最特别的是 它的排气管 排出来的不再是废气 而是干净的水汽 也许不久之后 你家车库停的 就是这样一台高效能 低污染的 轻能燃料电池车 感谢观看